年底选战倒数阶段 蓝绿厮杀惨烈 民进党指控国民党嘉义县长候选人翁崇军买票 翁崇军痛批 这是做贼的喊抓贼 至于在南投县 有人说江青梁事件后 这次选战已经变成了对格魁吴敦义的信任投票 一颗江青梁炸弹 李文中狂炸李朝青 但也意外迎击超强的格魁牌 有人说南投选情 已经变成对吴敦义的信任投票 这吴敦会不会公斤变士足压力满满 本来李朝青就做得很好啊 李县长才是南投县选战的主角嘛 但是我不觉得我应该是南投县县长选举的主角 主角还是李朝青 他政绩都很好 南投混战在嘉义县 民进党打出扫黑牌 正面指控汪崇军花了100万元买票 汪崇军直接迎战 怕人话叫人啦 做策划而已策啦 你看嘉义这边所有收藏的跟起诉的 全部都是李社团队的啦 应该民进党要用全国的国民道歉啦 选战倒数时刻 蓝绿短兵镶嵌割喉战 抬脚的坐轿的 此刻已经不分彼此打成一团 钞大业 吱蓝猿